警方卫装成外送员 埋伏逮诈骗车手 受骗的60多岁男子 中了假投资的档 以为跟对了知名的台股投资人 还小有获利 深信不疑之下 他使用了假的股票交易APP 再缴出至少200多万 直到最后被诱拐买比特币时 才终于如梦初醒 避免打草惊蛇 警方假冒成外送员 在交易之际将车手一网打尽 黑衣男子刚接过提带 一旁两名外送员 突然冲上前一左一右 控制男子行动大喊不要动 驚險瞬间向眼在花莲 外送员突然大动作 并不是要打劫 而是警方要抓贼 原来这名灰衣男子是诈骗车手 受害的是这名六选男子 被骗了至少200多万元 买股票假投资 还差点继续拐他买比特币 他说现在有钱要叫你再领 还要一百四三万 还要叫一遍就对了 对 男子说某天他在脸书上看到一夜市广告 以为是仰慕已久在YouTube 有十万订阅的投资理财老师 就此掉入陷阱 如沐出行后和警方联手将计就计 他假意交钱远景扮演外送员埋伏 伺机歹人 诈骗集团会以实际的股票来报给被害人 那被害人发现股票有获利 即对诈骗集团深信不疑 那这时候诈骗集团就会以虚拟的APP城市 邀请被害人来投资 还好被害人机警跟警方合作成功逮到车手 接着再透过专案小组积极追查上游集团 记者沈静耶画林报道